别摆我的手 好 打0.3 朋友们 哪训放能喽 朋友们该以为是放格子 没时间放 抓他们打一秒 不打一秒不行的 还有不到一个月了 就要比赛了 逊放比赛一系列开始搞起来 为了安全起见 去年不是打比赛 打球赛的时候给生病了吗 鸽子 这次我可不敢了 再生病 再丢的七七八八 我可吃不消了 亚军我都让他奉献出来了 亚军回头看给哪个公鸽子配对 就是放进了好几个小母鸽子 就是让他给这个公鸽子这么多公鸽子配对 叫他们有一种龟巢的感觉 一个个抓 这也厉害 每次我都喜欢先抓他 这个红一点是百分之百公了 你看这个上面都有黑点的尾巴上面 人家说叫黑金 这次挤得不得了 有几只鸽子也给他打疫苗 就是不比赛的鸽子 就是明年春晒的我都准备好了 朋友们我迅不迅速 一边挤还得分两批 因为家里面有两个笼子 要把他们这一批打了放另外一个笼子 就像早一段时间带电子环一样的 说干就干啊 要在这里放在那个保鲜的里面呢 刘会长说的不能放在冷冻里面 我们要拿在手里面捂一会儿 给它解一下洞 有点凉打在鸽子身上 容易 结在一起 不容易散开啊 我们用手心啊给它捂一下 鸽子都准备就绪了 针筒在这里 这个疫苗是 一管是多少来着这个是 一毫升啊 这个 能打三只鸽子 0.3 0.3啊 打一只 等一下还得让我女儿给我打 噢呀 有点凉 这个有的朋友说是什么疫苗 给朋友们看一下这个字我不认识 慢慢的看啊 我感觉我手动的快就暂停播放 我不知道好不好用 但我打了打过之后啊 他们没有得那种歪头歪脖子的啊 我感觉到打再打一针我会心里面更踏实 公格子多 现在已经用手啊 这捂了差不多有五分钟了 没有凉气了 能看着它这个在里面啊 你看晃来晃去像水一样的 清晰的很 就是说没有那么浓度高了 现在我们来抽 抽的时候我们可以 往里面注射两管的空气啊 之前打的时候不会弄 有个有建议说先打点空气进去 然后我们再来抽药水 这样会好抽一点 上一次解冻没有解的这次很啊 上次也是有解冻的 本身拿这个就是放保鲜 不是很很凉 我们只需要里面酒就行 好嘞 刚好里面的空气放掉 我们用的是皮下注射法 来 粘起来 把这羽毛弄了 打薄薄的一层皮 别那么远 两个手拿 要稳不能晃 就在这 别背我的手 好 打0.3 打到6那里啊 好嘞 我们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在这个皮这里啊 看到没有 就在这个皮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不能过度用力 放大给朋友们看一下 看到有白的没有 这就是皮色注射法 不能让它打漏了 如果打漏了还不行 它会把那个漏出来 嗯 那么换下一语啊 一定要稳住自己的手 看来 扎到我的手 好 别动 嗯 就在皮上面看能看到白白的是吧 这个就是对的 就是这种才才有用 好嘞 有一点点出来没事的啊 有没有看到没有 都在这个羽毛这里 好了朋友们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 学废了没有 好 对 最好 对 再 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